自疫情防控政策优化后,医院的工作重点由防感染转变为保健康防重症。 据广州市卫健委研判,广州本次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已经达封, 医疗机构迎来生命救治大考,重症人数和住院患者持续增多,其中不少为老年患者。 1月4日,广州市召开新冠防治之老年人救治护理专家访谈会, 邀请多位专家就当前新冠防治热点问题进行解答。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世巴医院感染ICU主任李月平表示, 当老年人遭遇新冠,相当于让一个老爷车去跑越野赛。 从临床经验看,主要分三个阶段。 第一个阶段就是发病的五天内,要及早用抗病毒治疗, 如果第一阶段控制好了就痊愈了,如果没处理好, 第二阶段也就是第五天到第二周的时候可能出现新功能衰竭, 肾脏功能衰竭,这时候就需要呼吸支持。 大约两周后进入第三阶段,这可能很漫长是持久战。 所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争取帮助老年人在第一阶段解决病毒, 早发现,早治疗。 老年人的话在早期是可以早发现,早诊断,早治疗的, 尤其是在起病的一到五天的时候, 如果是发现这个老年人开始出现食欲明显下降, 然后咳嗽咳不出来,然后尤其是说他手脚是发冷的。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,就是我们要看有没有三凹针, 就是我们要看胸骨上窝,锁骨上窝,还有内间隙, 是不是他一说话的时候,他都凹进去了。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,第一,你一定是要赶紧上医院去。 第二个,如果说是没有去医院的这种条件, 或者说医院的床位暂时是很紧张,进不去, 那这时候家属需要做什么呢? 那第一个就是说要给他吸氧。 第二个就是说,如果在早期的时候, 把这个抗病毒药用上去, 无论是进口的PEX-Lowid,或者是国产的阿兹夫定, 在于早期用的时候,对于减轻重症, 然后减少这个重症的发生率, 都是明显的,明确是有效果的。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ICU护士长刘燕燕说道, 要警惕老年人沉默性缺氧。 对于看护者来讲,需要从稍微专业的角度去进行监护, 比如说要关注老年人的神智状态, 关注他的心率、血压、血氧情况。 在家庭护理方面,可以采用轻型俯卧位通气来改善呼吸状况。 在俯卧位的时候,我们需要将两个枕头垫在患者的两侧胸部以及宽部,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效地避免胸腹部的一个持续受压。 我们可以选择头偏向一侧,也可以选择一个枕头将前额部抬高, 这样子我们就不会影响患者的一个吸气, 还有俯卧位我们要选择合适的时机。 我们一般是在餐后两小时以内不会进行俯卧位的通气, 到底趴多长时间才是一个合适的时间。 建议是12小时以上,我们可以分次俯卧位, 然后每次两个小时左右就可以。 李月平透露,其所在医院救治的重症患者中, 有一半人没有接种疫苗,有些人甚至一针都没有接种过。 他在此呼吁,老年人只要是没有禁忌症,一定要接种疫苗。 很多人会问我,高血压适不适合接种,肿瘤适不适合接种, 或者说是有糖尿病适不适合接种, 做过支架适不适合接种,一定是适合接种的。 而且这些一定是要接种到两针以上, 最好能够再有一个第三针的加强针。 因为在这一次疫情中非常惨痛教训, 就是我们的重症患者有一半以上都没有接种疫苗。 所以一定再次呼吁大家,老年人一定要去接种疫苗。 面对即将到来的重症患者高峰期, 广州各大医院通过扩容急救资源和开通绿色通道等方式, 保障民众就医需求。 据介绍,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采取内科重症化、 外科战备化的分阶梯收治策略, 以ICU、呼吸科、感染科为主体, 收治重症肺炎患者, 整个内科系统作为主战场, 来满足老年重症的就职需要。 带内科系统床位不足后, 启用外科系统床位。 手术科室将择期手术, 腾出更多医疗资源解决老年人重症收治问题。